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冷饭说 众所周知,杜兰特从来都以不克制自己的想法而闻名 并且还鼓励其他球员都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 最近几年,阿渡和网络喷着对线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自然也让他的球场垃圾化功力得到提升 勇士队格林曾在播客中表示 除了他自己之外,杜兰特就是NBA现役最会说垃圾化的球员 特别是当KD投篮命中后,一片一顿乱喷,然后潇洒转身 当对方看到他的球衣背后,印着杜兰特的大名时 也只能压扣无言 21-22赛季,恩彼得成为了杜兰特球场垃圾化的最新受害者 篮网和76人打完了常规赛全部的四场比赛 前两战,篮网双杀76人 12月第三战也是杜兰特商欲付出的首战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但是篮网在最后时刻没能顶住 在主场崩盘 最后时刻,恩彼得在克拉克斯顿和阿尔德里奇两人头上 抢下前场篮板 补篮得手,还造犯规 恩彼得高喊2加1 这样猖狂的举动,也惹怒了杜兰特 就在恩彼得走上罚球线时 他直接走过去,怒喷恩彼得 You bitch ass 你就是个怂货 此时,两名的队友都上前劝架,隔开他们 恩彼得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一边后退,一边点头回应 你说的都对 中场哨响,两人仍不罢休 赢球的恩彼得开心大笑 朝着杜兰特挥手再见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赶紧回家去吧 杜兰特嘴角上扬 微微一笑,回应恩彼得 朝他双手比大拇指 这仇,我记住了 你等着 3月11日 蓝王打了66场比赛 33胜,33负 胜率刚好50% 这次杜兰特做客费城 不仅要为球队战绩努力 还要为兄弟本西蒙斯出头 这场焦点之战 火药位十足 原本主角是哈登 欧文和本西蒙斯的恩怨局 结果杜兰特和恩彼得前来抢戏 首节比赛 恩彼得在内线杀伤力惊人 单单上半场期间 恩彼得一人就获得了19次罚球机会 因为德拉蒙德无法很好的限制恩彼得 早早的就领到了三次犯规 下场休息 而杜兰特也多次承担起了单放恩彼得的重任 在一次76人进攻中 恩彼得禁区直接将杜兰特撞翻在地 造成后者犯规 气愤的杜兰特 瞬间爆炸 你没有罚球针的啥都不是 反过来恩彼得挑衅杜兰特 你都已经躺地上了 可不要嘴硬 杜兰特随即疯狂反击 两人激烈的口角 并没有招来裁判的技术犯规 线上认真吃瓜的詹姆斯 也迅速给出点评 喜欢裁判让他们两个人自由交流 没有介入给他们犯规 这真是太棒了 怒气值爆棚的杜兰特 大杀特杀 三节打卡 全场砍下25分 14板 7助攻 正负值更是高达正34 全场最高 本赛季对阵76人的四场比赛中 杜兰特场均轰下30.3分 11.5篮板 7.8助攻 这样的表现 说他是费城克星 也丝毫不为过 赛后 杜兰特在采访中 透露了他和恩比德对喷的一些内容 媒体也是兴高采烈地表示 篮球神仙 请让他们在季后赛相遇吧 篮网 对阵费城 这绝对是非常吸睛的一组对决 只不过费城进入季后赛没有问题 而篮网 则需要继续努力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